大家好,歡迎來到GameplayHK 又是我Leo和大家玩一隻Pokemon GO 結尾的就無緣無故彈出一隻鳳凰,當然要馬上去捉 鳳凰在團體戰上CP值是48276 總CP排名其實是排第二,是很高的一隻小精靈 所以打鳳凰的時候,人數真的很重要,不然真的怕300秒都搞不定 由於頭一天,都很多人打,19個人打,很快就解決了鳳凰 看著他縮小了 鳳凰又有另一個名字,叫金鳥,因為那時候出金銀版,現在是銀鳥,鳳凰當然是金鳥 而且趁著現在有雙倍經驗值,打完一場渡場有兩萬經驗 所以趁著這個機會,很快打多兩場 我就拿了10個精靈球 先給大家看看鳳凰的畫面 他的動作有兩種 一種就是叫聲,叫的時候還會衝前撞一下 另一種動作就是向上飛和下來 移動一下也很慢,而且距離也不會太遠 再加上鳳凰這麼大隻,大家看看他的圈多大 所以扔精靈球捉他的時候,扔塞的機率就小很多 不過由於他太大隻了,我扔曲球的時候,大家有時候扔曲球都會扔回頭,拉西回來 我呢,他都沒拉到西,他已經是中了 大家看看,我還沒轉到彎,他已經入球了 感覺上他比李堅雖然鳳凰這麼大隻 但我都盡量去到一個圈最小才放出球 很幸運,第一場就已經被我成功捉到鳳凰了 太好了,我的圖鑑還要再開一個位置了 這樣計算一下,其實第二代小聖 現在只剩下251未出 出賣過,第二代的小聖就全部出來了 好,看看我的鳳凰,大隻到連CP都看不到 2155 跟大家不斷轉個圈看看鳳凰 這一下叫聲,立刻讓我想起前玩Game Boy的時候 走過就塔走得多久 走到最頂頂才能看到他 100IV值的鳳凰,捉回來的CP值是多少呢? 很容易記的,就是4條2 我這隻CP只有2155,以IV值來說真的非常低 我想70-80左右吧 我也要繼續努力捉鳳凰,希望可以捉到一隻IV值高一點 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就給我一個讚好和分享給朋友 未捉到的網友們,快點捉一隻 影片完結前問大家一個問題 那時利基亞和三神鳥有一段時間是一起推出的 你猜這次會不會再來一次三聖軍再加鳳凰? 你們有覺得這個可能性大嗎? 我們下集再見,拜拜!